首先画小拇指 在小拇指间画一个带螺旋的叶子 叶子里面画一连串由半圆围绕的圆点 像这样添加圆点和两条曲线 末端 画两条绘合的线条 内部填上两笔 对最左边的部分进行填充 无名指画上形状相同 稍大一些的叶子 因为这个手指比较粗 图形可以画得舒展一些 在里面画一朵小花和一些逐渐变小的圆点 在上面画一条曲线 在中间画上一个小点 上面画三个小花瓣 在这儿添加三条短线 在手指的左端画这些图案 手指间画这个图形 用一条线将图形一分为二 左边涂上一连串平行线 右边像这样填充 记住在整个过程中 手要保持不动 现在像这样画花 在上面画一条曲线 旁边画一条平行的曲线 画上一连串的小圆 画另一条线 在上面画一个圆点 圆点周围画四分之一圆和一连串的小花瓣 最后再画一个四分之一圆 手指的剩余部分重复这个图形 食指和前两个手指的叶子形状一样 但是反向 填充图案参照无名指 像这样在上面画两条曲线 反方向画一片小叶子 最后添加细节 润是你的海纳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